各位,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首先要說一句,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就是1月26日是香港開埠的紀念日 根據我的說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有我的理據,以及經過我的研究 如果不同意,你就說出你的理據 就不可以說我不喜歡,就不同意 不喜歡是小姐脾氣發洩 如果我們是一個學術討論或嚴肅的辯論 你說你不同意,你一定要說出你的理由 你不需要用一枝槍指著我的 為什麼呢? 我說1月6日1841年之前是沒有香港的 因為我在明朝末年的海徒 我本書裡有說 如果今天去這個活動,還可以買到我本書 當然我很樂意賣我本書 因為這本書我認為有一個永恆存在的價值 還有很多人都未曾看過 就是《金色圍城》的第一卷 裡面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當明朝末年的時候 有一個官方民間確認的海徒 上面有很多地名的標記 說得很清楚 那些字可能跟現在的字不同 因為有時候是寫白字或者同音字 比如說赤柱、大潭、沙基灣、長洲、石澳、吸水門 全部都有的 但是唯獨 也有一個叫做香港 有一個名字叫做香港 唯獨這個島是沒有名字的 我們用一個邏輯和常理去推斷 如果這個島沒有名字 但是這個島上有沙基灣大潭尺柱 又有這個香港 那就是說這個島裡面其中一個地方叫做香港 這個香港的位置、級數 和那個比例 就和這個沙基灣大潭是一樣的 就是說沙基灣大潭和香港 都是這個島裡面其中一個地方 以當時的南方 就是明朝末年的華人 在廣東沿岸的生活的形態 但是這些是一些漁村加農村 而這些是屬於 幾乎可以叫做化外之民 因為官府對他們的影響很小 而他們本身會從事很多不同的行業 就是他可以同時種田 同時打魚 同時做海盜 但是他也要對抗海盜 剛剛看了一本書 就是在廣明朝末年的時候 英國的一些貿易團 就坐著四隻船 走來廣州希望通商 結果鬧得不愉快 打仗起來 就是各有死傷的 其實我們看到那時候 由明末去到清初 其實海禁有很多原因 因為實在有很多海盜 這些海盜可能是歐洲人 可能是日本來的 所以那些海盜和商人之間的分歧 是很小的 所以作為那條村的人 他們本身都可能是海盜 但是你來打他們的村 他又要防衛 我不講這些細節了 就是說這個島 其實對於中央政府 明朝的政權 在北京 哪場莫及 究竟他對這個島 有什麼賞心 是沒有的 但是那些地圖 就會標明這些村的位置 所以這個島 由明朝去到清朝的中葉 根本沒有什麼人管 就是不需要建構任何東西 也沒有什麼人住的 海禁就算解除了 也沒有什麼人直接說 要來這個香港島的開狠 因為沒有任何經濟有因的 OK 所以這個島的南邊 就是赤柱 大潘的地方 因為它的地形和天氣比較適宜 因為你向南的時候 擋了一些北風 所以在這裡種田 也是打一下魚 還有一些天然的保護 就可以防一些海盜 也叫做找到一口吃 於是建築了一些村落 那這些村落 其實 炒不夠一碟 整個島只有千多人 而且它也有些流動性 還有我們不要忘記 在珠江裡面 有很多艇上的水上人 那些水上人 已經有可能是接近一千年 在廣東沿岸居住的歷史 但是它和陸上人之間 沒有什麼交集 還有他們 就是被陸上的華人歧視的 那這些水上人 他們就住在艇上 代代相傳都是住在艇上 那我現在不是說 那些種族 民間的習俗的研究 或者人類學的那些事情 我只是說 當這些人 住在艇上 你如果做一個科學的人口普查 究竟他是珠江口的人 是廣州的人 還是廣東、澳門、中山 哪裏的人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到處走 所以在鴉片戰爭的時候 他幫過當時的英國 幫完之後 他怕蜻蜓對他不利 所以這班艇戶 因為他們住在船上 他的家是移動的 所以這班水上人 變成了香港開埠之後 其中一個主要的族群 所以 所以 究竟那些香港人 是什麼呢 例如種田的 原居民 打魚的原居民 為什麼 那些在陸上打魚 那些呢 其實他也未必一定是水上人 但是水上人 很少上岸 所以 那些 其實最初香港的 我就不是研究這一範 但是那些人數 你計算了所有人 就是 在1841年的 開埠之後幾個月 做過一個人口普查 是有分水上陸上的 但是 我意思的重點就是 無論你計算到幾 準確 都是說幾千人 但是開埠之後20年 已經有超過10萬人 是不是 去到這個 租借新界的時候 其實香港 加上九龍半島 都有二十幾三十萬人 就是 超過二十萬 二十幾萬 你想一下 人的自然增長 可不可以由三四千人 去變成 在兩三個世代 變成三十萬呢 不行的 所以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當香港成為英國管治的地方 而那個政治經濟局面穩定下來 初步出現一些機會 那些華南的華人 無論他原本做什麼行業 在哪裏定居 他們就蜂擁來香港 然後構成一個人口的膨脹 這個人口的膨脹 在1923年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 我發表的演說裡面 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人呢 人望高處 是不是 雖然孫氏的家族 後來都賺到錢 主要在這個夏威夷的投資 是成為一個暴富 孫中山的父親 不是父親 他的大老 叫孫薇 他本身呢 在那個夏威夷 被稱為這個 貓兒島 應該 都很漂亮 我都去過 被稱為那裏的土皇帝 因為當時夏威夷 不是美國一部分 他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這個國家都很原始 有些原住民的王族在統治 但是呢 也有很多外國人在營商 也有英國和美國的勢力 所以就是在一個相對自由的 和物產豐富的地方 那些廣東人做生意的那種智慧 就是得到一個競爭的優勢 所以孫薇就成為一個土皇帝 他不是靠任何的霸道 考取豪奪 而是靠他勤力和他的頭腦 他控制著那些農業的資源 和成為最大的集貨店 等於你可以形容 整個島的超市 是由他宣家壟斷了 所以 雖然在孫中山的上一代 他們出身寒微 也不是什麼有錢人家 但是去到孫中山成長 開始讀書的時候 他家裡已經很富裕了 但是這麼富裕的時候 根據孫中山的回憶 他們在鄉山的生活 都是提心吊膽 因為治安很差 那個市面是很亂的 他們睡覺的時候 都要拿著薄殼槍 因為隨時都有一些土匪 進來打架劫射 城市就骯髒 很骯髒 秩序全無 即是說 他作為一個有思想的讀書人 很小的年紀 很憎恨這個地方 憎恨不是憎恨人 他覺得這個地方 為什麼那些中國人 搞成這樣一團糟 但是他最初沒有比較 就沒有傷害 就是說當他來到香港讀書的時候 當然他去了夏威夷 讀基督教學校 開始接受英文的教育 但是又回來香港 在香港讀書 就進入了一間 很優質的學校 但是平民的學校 這間就是中央書院 即是後來的黃隱書院 一直讀到中學畢業 他在港大的演說 就說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現在我來香港讀書 周圍都是華人的社會 但是為什麼 我只不過是搭船一天就已經到了 可能是80英里 從這個鄉山 我的鄉下 走到來這個 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為什麼這個好像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還有是華人的社會 為什麼香港這條街這麼乾淨 香港的治安這麼好 還有香港的人這麼安居樂業 還有我這裡受的教育 又比那裡這麼多好 這個很明顯 就不是華人 不懂得做事 或者華人社會 有一個結構性傳統的問題 而是說 那個政府是不同的 這個革命思想就是這樣起源的 所以就說 我們不需要說得很複雜 我們從自己的利害關係 人望高處 是不是 我作為一個華人 我賺到錢了 我都不會 留在一個混亂的地方 我當然是去一些好的地方 你有得選擇 最近就來香港了 是不是 所以就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從幾千人 去到新界都拼入香港的版圖的時候 變了幾十萬人 是不是 但是大部分都是華人 所以就說 你之前 那個島的名字都沒有 是不是 英國人插了一支米子 站在那裡 就叫這個做香港 然後呢 你的華人呢 明知道你來這裡 是給英國管治 是一個殖民地 你都不肯做大清的 是不是 黃民 都可以這樣叫 是不是 日本的黃民 中國的黃民 有皇帝的嘛 你又不肯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是不是 你用腳投票 放棄了自己的國籍 甘願來這裡 接受英國人的管治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好一點嘛 為什麼會好一點呢 就因為這裡有一支米子旗 那之前這裡有沒有米子旗啊 為什麼由明末 去到整個268年的清朝 這裡都是只有幾千人的 是不是 那個地理環境有沒有改變啊 但是你完全沒有商機嘛 又不太平嘛 是不是 英國人一插了一支米子旗 他有 港督 那個港督 由英國的 國 國軍委派 是不是 又有這個 就是 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 有一個行政局 這個行政局 加起來 港督 就是港督會同行政局 才有這個法定的權力 一開始就已經有一個諮詢的會議 叫做定例局 這個定例局呢 裡面有 民職的 就是 由香港的精英裡面 由港督委任來的 這些這樣的議員 而這些議員呢 在這個十九世紀的初期呢 他們和港督呢 就經常唱反調的了 是不是 香港 開埠沒多久呢 就有幾個官司 比如說我們說這個 徐亞寶海道 他殺了兩個英兵 他在一個獨立的司法審判那裡 是 是 謀殺罪不成立 是吧 結果呢 是判處他 是放逐去澳洲 而他 隨亞寶沒有錢打官司 港督給他打官司 是吧 殺了兩個英軍都不用死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案件呢 是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審判 當時那些英國人的精英 那些定例局的代表 那些商行的那些領袖 全部都嘩然 有沒有搞錯 這個法官這樣判的 是不是 我們 尊嚴何罪 但是 他們只能夠服從 因為這個是獨立的司法 OK 去到這個 毒麵包事件 我今天會在這個 就是我們那個 展覽裡面 和明天我都會介紹一下 我有一個珍藏的 當時的倫敦一份報紙的 一幅插畫 是講這個 毒麵包事件的 毒麵包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這個麵包老闆 是無罪釋放 雖然 有很多洋人都被 就是 被他毒到 甚至當時的港督 都是 就是他太太 都是 嚴重不適 幸好沒有死 但是一年之後病死 很多人就說 其實跟這個 麵包中毒事件 是有關的 但是 港督都堅持 是不是 要 對抗 當時英國人的輿論壓力 就是英國在香港居住的那些 洋人的輿論壓力 是堅持 由一個獨立的法庭去審判 而法庭呢 最後的判決 是 是無罪釋放 因為證據不足 那就沒有人會衝擊這個司法制度 我不需要講得這麼詳細 就是說 在整個中國人的社會裏面 在我們可見的歷史裏面 從來都沒見過一個地方 在1841年出現了這一支旗之後 是能夠產生一個安居樂業的華人社會 裡面正如我以前說過的四大因素 就是說 他們是有一個尊嚴的生活 他們是可以安居樂業 還有他們有法律管治之下 保障每一個人的人身自由 這個不是無限的自由 但是這個是有一個人身的自由 還有他們是可以堅持 是一種 我們不可以叫民主 但是有一種參與的權利 這種參與的權利其實是慢慢慢慢多的 因為隨著英國本土的社會變化 香港的市民的參與和身份認同 是越來越強烈的 我會明天下午在會場 和陶傑先生和大家討論一下 觀點不盡相同 陶傑先生的名氣比我大一千倍 但是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就暢談一下 我們看怎樣比較現代的英國和香港的傳統 我們究竟在文化上有什麼回憶 有什麼心得 有什麼設實的經驗 我覺得我們認同這個香港人的身份 我們不是認同九七之後的香港 如果我們認同九七之後的香港 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跟你說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但是無論如何 香港的誕生日 只能夠是一百四一 這個就是我的論據 我認為 任何和這個不同的說法 都是荒誕不驚的 好像有一些書 那本叫做《香港不屈量》 我覺得是一本垃圾書 我看過了 我沒有買 他就講那些什麼 曾祖才的那種對抗爭 說他自己才是香港的皇帝 或者九龍皇帝 其實那些可以說一種笑話 曾祖才那些是不是藝術呢 那就見仁見智 但是你如果將他上綱上線 無限提升 這種是一種抗爭 我就覺得是 提笑皆非 另外 就講大嶼山 有個叫勞同的人餘的傳說 大嶼山就根本不是香港的一部分 大嶼山去到拓展戒指尊條 1898年 才併入香港的版圖 大嶼山在遠古的時代 有一個非人非魚半人半魚的傳說 說這個抗爭當時的權力 那這個跟香港的民族建構有什麼關係呢 根本就拿來講 香港其實不是華人可以壟斷的 但是在香港的華人 無可否認 是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 這些人其實來自五湖四海各方面 又有水上人 又有客家人 又有廣州人 又有上海人 甚至有些北方人 其實他來到這裏 就變成一體化 在一個城市裏面 他們為什麼可以過得這麼好呢 因為香港開埠 香港是英國人設立的一個 我認為不可以說叫做人間天堂 但是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天堂的話 我認為除了日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 從1841年到1997年 這個殖民地的香港 真的是人間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今天就講到這裏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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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